听这个故事听到现在 我几乎一直是憋着的 满含愤怒 所以我准备我即将拿起话筒 要好好的数落你们一顿 视频中 让图雷老师感到愤怒的是孙女士和刘女士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让图雷老师如此的愤怒呢 图雷老师又会怎么数落俩人呢 制作不易麻烦拿起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加关注 点赞的人今年必发大财 关注的人家庭和睦 两人同属一个舞蹈团 刘女士是团长 孙女士是副团长 但是两人性格不合 经常发生矛盾冲突 一开始两位家长就超得的不可开交 咱们是什么舞蹈团 是专业舞蹈团吗 那有的队员连那个曲子 连动作都不会 你不赶紧练布摸摸刀 第二天怎么比赛 怎么拿成绩 要不你就到那跟我说 我跟你没法沟通 你就是跟我作对 我俩就在跟你没法沟通 我跟他没法在一起 因为这是我的部长 想到团里去跳舞的 可是突然发生一个事情 包长又纠结到一起了 两人有深仇大恨似的 很不分把对方声通活泼 其因是第二天有舞蹈比赛 此女士就想让队员加紧联系 而刘女士主张让大家好好休息 养足精神应对第二天的比赛 于是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差点打起来 各有各的道理 两人就此各不对付 然而两人心中的偏见 却转移到了此女的感情身上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吧 是一个小女孩 教得挺好的就在那练 我儿子有时候去接我 一开始就是去偶尔街 后来我觉得老去接 我也觉得不对劲 后来我慢慢发现 我儿子喜欢这舞蹈老师了 当时吧 我就没那么太反对 因为我挺喜欢这女孩的 也没有过得了解 儿子小马从大学回到过暑假 孙女士想加强下自己的舞蹈功底 于是报了个舞蹈学习班 小马每天接送 就爱上了孙女士的舞蹈老师美美 然后两人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很快两个月过去 孙女士就提出两家父母间一见 好熟悉一下感情 谁知缘分就是琢磨奇妙 见到儿子女友的妈妈 差点没把孙女士下背过去系 真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两个积怨颇深的仇敌 竟然要做亲家 你说离谱不离谱 所以两人对于子女的这段感情 都不同意强烈的不同意 孙女士一回到家 就对自己儿子说 这个女孩子不同意 谁知儿子去学校后 依然和美美聊的火热 过去了之后呢 就寒假了 孩子又放假回来了 回来之后 我就发现他俩之间的电话呀 微信呢 各种样联系的 他俩非常亲密 我就害怕了 孙女士会是真的害怕的 不敢想象和死对头成为亲家 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心脏病差点没犯 和爱人一商量 还是要看儿子自己的想法 于是就把女孩子请回家吃饭 好仔细看看未来的儿媳妇 顺便考验一下 谁知柳女士却说 孙女士虐待自己的宝贝女儿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让孩子上我家来 我也想也行 就上我家来 我看不着孩子 虽然母亲我不喜欢 你可别提上你家了 上你家孩子 上你家你怎么虐待她的 虐待她 那你怎么 你都都谈到虐待 你怎么考验她 我考验那是正常的 有时候得看看孩子啥样 那你看看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对孩子的 你怎么做的 美美初次登门 孙女士也是热情接待 买了一大推的食材 谁知美美却一直在小马的房间 两人在一起打游戏 说出笑笑的 而孙女士独自一人准备着一桌子饭菜 这把孙女士气够呛 孙女士一边干活 一边越想越生气 就叫两人出来帮忙 然后呢 两人就给孙女士打下手 洗菜的洗菜 切菜的切菜 结果美美就因为洗辣椒 辣到手了 我哪边越做越生气 我就心里孩子太不懂事了 我说你俩出来帮我干点的 咱们也快吃饭了 妈妈都累了 他辣进来 不太高兴就出来了 出来了 行行行 我就说你们洗辣椒 那孩子 我在这边做饭的时候 那边孩子就洗辣 就说那手就不行 我儿子就给催一件 完就说我特意让他家 还去洗辣椒了 这辣椒挺辣的 希希还能把手给辣到 美美在家傻伙不用干 被宠得像个公主 第一次干洗辣椒这样的活 辣到手了 差点没哭出了 所以吃饭的时候 就是带着气的 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 嫌弃这嫌弃难 孙女士给他夹菜 直接就给扔一遍 这让孙女士脸色很难看 我这行的这孩子 就是啥我也不干 什么也没有眼力架 坐那吃了以后 抽着这抽着 啥也不吃 你是对我不满意 还是我不会做饭 还是怎么的呀 我就挺有气的 但是我就 我还行的给他夹块肉皮吧 用美容 人家把那个 自己好歹是个长辈 别碗被夹菜 被嫌弃 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 美美的解释是 自己是练舞蹈的 很少吃肉的 即使是为了身材 那出于礼貌 也不应该做出 这种无理的动作 两人又是吵得不可开架 后来我就找了一些 朋友就跟他大概说这件事 我说给我儿子找几个女孩 让我儿子多接触一些女孩 不是说就处了 你看看别的女孩啥样 我儿子呢 百般无奈不去 我就偷说 咱吃饭去 结果就这么偷了 这事呢 有一天呢 我儿子没带电话 我就听我儿子电话响了 儿子被家老妈和女友中间 也是两头安抚 只希望两人能和平相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谁都不能服软 于是孙女士就想到了 让小马相亲 分散两人 小马经不住老妈的软磨硬泡 还是答应了去看看 刚好那天小马没带手机 美美的电话就被孙女士接到了 我一看是美的 我就接起来了 我就跟她说 美美啊 你不要再给我儿子打电话了 我说我儿子有女朋友了 我就是欺罢你们断绝关系 别再打电话了 我打电话料了 有你这样的吗 有你这样做家长的吗 孩子接到你电话以后 回家娃娃大哭 自己有课都不给别人上了 我估计是不让她伤害 你知道吗 可以好好好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短痛 比肠弄强 美美当然伤心了 被孙女士这样数落 心里说不出的委屈 把头蒙在被子里哭了一晚上 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刘女士看到女儿这样 心里也疼 更是不同意这两孩子在一起了 所以来到节目组 要断个干净 两人在这个问题上 意见出奇的一致 孩子屁上了 两人又吵的是不可开交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们已经给了 让两家人和好的机会 说到底就是因为一个面子 而舍弃孩子的幸福 这样的做法就有点自私了 开始看看小马 和美美的自己的想法 小马刚上天就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绝对不想分 那你是要你妈呢 还是要美美呢 我是希望他们两个都好的 我想在中间调和一下 应该这边是我妈 然后那边是我女朋友 我希望他们两个能和睦相处 妈妈强行干预孩子的感情 这要是真的分手了 孩子是否会记恨母亲呢 两位母亲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孩子的幸福都可以不管不顾 只为了心中是一口气 就是你现在这种 犹豫不决的样子 才造成今天这种场面的 我当初为什么和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她有责任心 有担当 可是你看看 就今天这种场合 你还在中间这样 你有考虑过 背着我和其他女孩见面 我有多难过 我有多伤心吗 不管小马怎么解释 美美就是不听 认为这就是背叛 误会了 当时我妈妈也没有跟我说 是见其他女生 而且我绝对没有说 背叛我们的感情 还是怎么样 我是真正的爱你的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背叛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根本就没有在乎过我 什么叫在乎你啊 人在乎你就没有妈了 真的把你放在第一 妈妈 你先 我不是说把 不是说不要你把她放在第一 你妈和你媳妇掉进水里 也会先救谁 请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 一边是生自己的母亲 一边是心爱的女友 确实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可能也是小马不够坚决 难以在两人中间选择 美美对于小马和别的女孩子相亲这回事 美美一直耿耿于怀 等于现在她母亲 让你男朋友去相亲这事 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是吧 我始终无法接受 我觉得她是对我的一种背叛 美美认为这是一种背叛 背着她和别的女孩子相亲 但是小马也是身不由己 命运就是喜欢捉弄人 让两人相爱又不让两人在一起 只希望以后小马 不要抱怨自己的母亲棒打鸳鸯 孙女士也是忍不住地开口和美美对骂起来 你这嗓子是 最近总是那边劝我妈 然后没给这边打电话 这就挺累啊 就两人这性格实在不适合在一起 就没必要强求了 小马被夹在中间 一直从中调和 却没有多大的效果 孙女士的抵触心里太强了 然而美美就是抓着小马 和别的女孩子相亲这回事死死不放 小马在最爱的两个女人中间 受着假扮气 两边劝说嗓子都哑了 为了心爱的人 小马头发都愁白了好几根 希望老妈可以给自己选择幸福的权利 希望女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 可是这一切太难了 在妈妈眼里 小马永远是孩子 那你的意思她应该怎么做呢 她应该很好的 第一瞬间就找到 我和她妈妈之间的一个度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在中间角落我认为 什么度 你跟你妈一样 你就希望我都全听你的 当妈妈的怎么了 我当妈妈的怎么了 你当什么 我就因为你 我才对你家孩子多少点天见 每每开始就是喜欢小马的担当和骨感 才会选择和小马在一起 可是现在小马犹豫不决的样子 让美美有些失望 后悔当初和小马在一起 知道双方的妈妈不对付后 对于两天的感情更是没有信息 小马的妈妈 把对于美美妈妈的偏见 全部转嫁到了美美身上 当妈的肯定不想看到女儿受欺负 于是有和孙女是吵得不可开交 在台下估计都要打起来了 小马也是摊开双手 一脸无奈 不管怎么说 孩子是无辜的 随后主持人队 小马提出了一个很不厚道的问题 美美却说支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小马总归需要做出选择 想要和平相处几乎不可能 这不是给小马出难题吗 而且是事迹难题 手心手背都是肉 没了谁都不行 据悉孙女是心脏不好 就因为儿子有了媳妇 忘了娘 差点没气出心脏病 不仅如此 孙女是还说出了 天下母亲都喜欢说的一句话 妈妈是为了你好 小马和美美是初恋 此女士认为小马还小 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 不仅如此 态度也十分的坚决 无论如何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小马和美美一开始 两人的感情是挺好的 但是有了小马妈妈 从中横插一感 加上上次相亲事件 让美美对这段感情 也不是那么的坚定 随后主持人让小马 开始作战队 小马站在中间不知所措 此女士急忙上前 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生怕别人把儿子抢走 还是听听马丁老师 是怎么说的 两个妈妈之间的矛盾 我就品出了两个字 叫自私 你认为我自私啊 我真就是为了孩子呢 你说两个家庭 当然是你自私 我自私 当然 你所有的出发点 都是你不喜欢 那你是两个人相爱 是两个人吗 他的两个家庭 结合到一起 但两个人相爱 首先是两个人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就是两家人的事 要是亲家不和谐 这小两口过得也不幸福 言归正传 子女是何留女士 确实是自私了 把自己的偏见 都强加在孩子身上 没什么深仇大恨 不能化解 相逢一笑 敏恩仇 况且子女的幸福 比什么都重要 这位大姐 你要真想让他们分开的话 让他们自由地发展 没准哪天像你所说 两个人不爱了 发现更好的选择 但你越压迫 他们越会在一起 这位妈妈 如果你觉得对方这个仇敌 是自私的人 不讲理的人 你也反省一下自己 家长越是反对 孩子越是要在一起 足力有多大 动力就有多强 这是普遍的规律 本来他们感情没这么好 但是家人的反对可能会导致 两人越来越紧密 如果任由发展 也许哪天就分手了 家长还是不要 过多的参与儿女的感情生活 如果你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无私的 就给自己女儿喜欢的男生一些空间 不是都看不上对方吗 就看谁能给自己孩子爱情这件事情上 做出表率 做得不那么自私 做一个开明的母亲 让对方瞧瞧 我这个妈是怎么当的 两位母亲 明里暗里的争的你死我活 还不如在对方面前做一个表率 看看自己这母亲是怎么当的 无非就是摸不开脸 低不了头 图磊一直听到现在 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听这个故事听到现在 我几乎一直是憋着的 满含愤怒 所以我准备我即将拿起话筒 要好好的数落你们一顿 但是我不敢 为什么 因为我害怕 我害怕让你们俩下不了台 图磊老师多安耐不住要骂人的冲动 确实让人气愤 为了自私的个人恩怨 而不顾子女的幸福 老师又怕他们下不来台 为难的还是孩子 怎么说孩子都是无辜的 有父母干涉的感情十有八九都不会幸福 过得好还好 过得不好也会对父母产生怨恨 就连图磊老师都可以忍住心中的愤怒 不披拎这两个母亲 然而两位母亲却是看不清 不愿放下心中的怨恨 为了心中的那点自尊心 不惜以孩子的幸福为代价 刚才大家说了 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那么看不惯对方 不过是在彼此的价值观和工作方式方法上 不能够认同对方而已 仅仅是价值观的工作方式上 不能互认同对方 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牺牲了孩子的幸福 合伙上演了一出棒打鸳鸯 孩子一次一次给出了 让两人和好的信号 但是两人始终没有珍惜 你说你们多有缘分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喜欢跳舞 你们在一个团 他的女儿又是你的老师 你的儿子又爱上了他的女儿 而现在你们又是正负值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们两家结为亲家 不光是他们之间好 你们工作上相互配合 相互红托 这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兵士前嫌 彼此之间握手言和的好机会 缘分就如此 本来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是工作上的意见不一 原本可以结合成儿女性假 有着共同的爱好 也许过几年 两位奶奶还能带着孙子 一起去跳广场舞 回想起现在的幼稚行为 也许是另一番趣味 孩子们一次一次地给了你们机会 你们没有要 看不惯对方 和自己的孩子的幸福 孰亲孰众 这道理在这儿搁着 还要我们这些 还没有到你们这年纪的人 来给你们说这种道理 这两个孩子 他们之间如果是分手了 又或者是在一起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玩 自己的事情 由自己父子 父母应该做好 只是告诉你们彼此的经验 而不应该把自己 所有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都强加在他们身上 小马和美美都是成年人 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责任 不管是在一起 还是分开 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张碑的横插一感 只会让让人的感情 束手束脚 否则的话 你们之间的矛盾 上升为主要矛盾 他们之间的矛盾 变成了次要矛盾 反而让他们蒙蔽住自己的双眼 看不清楚彼此之间的问题 所以说 我只有恳切地 请求你们 管好自己的事 他们俩之间在一起好了 你们在工作上相互配合 而不是相互评论 旁人该会有多羡慕 这是多么和谐的一家人 就这样 最后希望给他们 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两位妈妈 也不要再参与子女的情感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屏幕前的您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看到这里也是辛苦了 麻烦拿起您的金手长安 点赞加关注 抱全了